你們是報航班嗎? 你們是報航班嗎? 旅客們天都還沒亮就來桃園機場報到 台北泡泡2點014號正式啟航 5月因為疫情暫時喊咖 所以從上個月指揮中心宣布重啟後 旅行社的訂單短短幾天就爆滿 總共在兩個航班的部分 我們的總部的送客數 包括我們的自由行客人 還有一些民間團體的一些參訪行程的部分的話 總航班大概人數大概100多人左右 早上5點旅客們得先進行PCR篩檢 等檢驗出爐領報告後 再到航下繳交健康聲明書 出示陰性檢測結果才能進海關 實在是悶壞了 加上帛琉這次開放自由行 得趁暑假前好好玩一波 而這次的旅行團比較不一樣 有些旅客不是被當地美景吸引 而是這個 我們就真的是為了打疫苗 因為我們第一劑打AZ 所以我們就選擇B&T 那時候他們跟我們說我們是第一團 所以應該都打得到 不過帛琉提供給台灣旅客的2000劑疫苗 目前廠牌不明數量也有可能會不足 業者也還在等帛琉官方進一步告知 帛琉駐台大師還特別到場 送給每位旅客50美金 當作觀光的購物金 希望人人都能玩得盡興 而他們回台後不用再隔離14天 只要進行5加9版的健康管理 有的玩又有疫苗打 成為這次最大的有盈之一 TVBS新聞廖宗慶 吳宇雅 桃園採訪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